高雄孔雀冥王共修会 邀请长绝法师主法举办鱼岸盆法会 高雄孔雀冥王共修会 邀请长绝法师主法鱼岸盆法会 祭大蒙山 恭送地藏金 让名阳亮丽 我们这个孔雀冥王的共修会 在举办我们的台湾习俗 中原的普渡 你看 现在台风天 这边花心的菩萨 这么精进长绝进菩萨 还是过来共修 可见我们这个学佛的弟子 真的是风雨生信心 那么今天有这个英文 来到我们孔雀冥王的共修会 他今年刚好第三年 送这个地藏金 我们都知道 台湾的七月份 不管哪一个地方 甚至零骨台也好 公墓也好 都有在中原的这个普渡 一般都是送地藏金比较多 那还有一部就是 《佛收父母恩众兰报经》 这两部经都是讲到 我们身为子女的 对父母亲的恩众 要做一个孝顺 我常在讲 这个现在时代不一样 媒体常在报道 有儿子杀父母亲的 所以我讲过了 杀父亲是禽兽 杀母亲更重 叫做禽兽不辱 可见地藏金是一个孝金 佛陀 释迦摩尼为了孝顺 感恩父母的恩众 特别到刀立天 就是我们预见的第二天 在天上讲的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 佛陀为感念父母的恩众 于道立天为母说 地藏菩萨本愿经 让世人了解孝顺的重要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